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看生日麦间 今天与Catar 玩这个虚拟跑的比赛 Spartan Trail 3.0 10K 这条路线距离虽不长 但是爬升就比较急 途中还会经过两条令人闻风丧胆的斜路 关仔合道和背脑道 想知道我们怎样应付 就记得看到条片的最后 今天我们走的路线 就先由湾仔合道出发 途经湾仔合道小食亭 香港仔水塘道 港岛径三段 背脑道 歌库山里 山顶道 最后我们会在山顶港场完成 哈啰 我现在身处在水渠街的花园 我身后是谁 大家看看 是Catar 在山上 我们今天很突发地又出来玩这个虚拟跑的10K的体验路 我们是这个叫Spartan的3.0的车路板 3.0的Spartan车路板是10K的 但是其实应该是不足10K的 那我们今天的路线是怎样呢? 都很快速地说 就是首先我们在这个湾仔合道的坚尼地道的楼梯那里起步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湾仔合道的小植亭 再之后就是香港仔水塘 接着港岛径三段 接着是背脑道 接着是歌库山山 是歌库山道 接着是这个山顶道 接着就完了 有没有什么准备呢? 我没有玩这种短距离 这陣Catar好逼的 没有玩了 又玩这个50公里的港岛径 上星期的港岛径 你先试着路 在之前不断迷恨 每天都清山 因为太赶了 因为太少操练了 突然要赶着比赛 所以... 瘦了很多了 没有 哈哈哈 肥了很多啊 我吃得多东西了 我待会希望在湾仔合道不要放掉我 尽力吧 尽力不要坐下 快玩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立刻立刻 我们前面转过湾 就是湾仔合道了 我已经看到一条楼梯 好了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湾仔合道了 湾仔合道这条斜路 真的不是野小的 还没有 开标了 开标了 收星星 你没收好吗 呃... 怎么按的 是不是按了呢? 我不会用你的标 我也不会 哈哈哈 第一次用的 我也是 第一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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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下午的两点 哈哈哈 我想要过一次的 卡塔在搞她的标 不会用啊 对不起啊 原来要在警察那里开始搞 是吗? 哈哈哈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好了 好了 开始了 我们开始了 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在湾仔合道的楼梯 在那里 这里就是个牌了 那这段斜路呢 总共分为两段的 怎么分为两段呢? 头半段 就是比较斜 然后呢 我们会去到这个保云镜中间 然后呢 就后半段 后半段也不是不斜 但是呢 就没有头段那么斜 这里... 这里... 过多一点点就更斜点 这里很出名 很多人喜欢到后走的 我实在找 他喜欢到后下斜的 因为要斜 因为太斜了 前面这里开始 最大的特色是 在那里会有一些休憩 休憩的设施 因为实在太斜了 可以让那些人 中途休息一下 是不是休息一下 你觉得这里 斜点还是大毛山? 这里斜很多 是吗? 这里是直播 前面保云镜有水洗面的 山水啊? 是啊 这个可以这么转松 哇 你是不是脚脚放松了? 啊? 脚脚放松了 没有啊 再斜一点 再斜一点 啊 哈哈哈 好 前面这里 不过歪镜未必认得有多斜 这里开始呢 就是 第一段的第二个位置 斜了 左手边呢 会听见这些银声的 唉 你听见我说话开始 索气呢 就证明有料到啦 喂 海 哈哈哈 你跑啊 我真的跑了 第二个弯子核道的牌 我们今天跑完这个呢 可能没多久之后呢 我们会跑 21公里的Course 所以 看看今天跑得如何 好累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我要保持着 可以说话的状态 可以说话 我说不了话 有汗 有汗 我可能会 要过什么 啊 啊 喝醉吧 不用了 哇 应该 这么轻松的 又是不出汗 啊 哇 唉 这些天气 我没那么容易出汗的 我们应该 完成了 第一段的一半了 那 3公里 0.3公里 唉 再出100米 其实我觉得跑这些呢 熟路也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怎么分布 已经爆了 唉 斜到疯了 微黄粒 微黄粒 很快到 没那么斜 对吧 是啊 这么快到的 比预期中快了 你跑 已经到保云京了 应该是保云道 好啊 我不可以用没有那么斜 来形容 只不过没有这里那么斜 哈哈 我添了这边 最多是很冷静 其实我看得出来 因为你看到 很多人 喂 你自己想想吧 是湾仔那么短时间 可以上到那个位 哇 比车更快 我告诉你 我现在瘋了 坐车都不够 我来拜 我负到瘋了 好 这里有个水喉位 在保云道和湾仔合道的交界 有需要可以洗个面 卡塔 你今天的裙子很漂亮 身情好啊 觉得美才 他意志力好一点 好冷静 你今天整天的对白就是 好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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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不是很冷静 没有刚才 可能路还要阔落一点 观察 没有那么压迫 哈哈哈 而且最初应该开慢一点 有点心急 不好意思,我四天 我經常不控制自己 經常過快,很容易起伏 除了爆了自己 然後那個高手就是 只會弄自己 我是新手 夾伯高手 所以最重要是 跟著自己的屁繩 是啊 不過我也是那些很容易一開頭 因為我們有力 紅心裝置 不是 順了一條呼吸 有一點點 還有沒有說完 留下冷氣暖土 這裡平衡一點 我來回甘跳,最適合的 直腳等我 有需要一下對腳 不是小腿酸 小腿 算了 那些人可能第一次看我們三大連走的影片 看我們沒什麼說話 那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累啊 我們跑太快了 說不到什麼 三大那次我們也行得很慢 但是頭段搶 唉 累了啊 那你頭段搶完平路 那時候也要回氣 會 會 下車怎麼那麼快 平路是 捉鬆的腳 0.6 0.4 一個運動場的距離 輕鬆 輕鬆一點 這個彎仔合數 如果在彎仔來算是先虎後填的 大家記得 嚇死我 我以為是先虎後填 我超認真 剛剛聽你說的 哈哈 先虎後填 後邊呢 就 輕鬆一點 越來越輕鬆 但最後 6K左右 我們要上 背後度跟剛剛的級數差不多 上200米 即是那個高度 是啊 哇 我看到你出汗 是啊 不是不出汗 終於看到你出汗了 突然間很焗 都不知道什麼天氣 11月都這麼熱 夏天的尾巴還是 不知道蜂草開了嗎 開了一點 但是不漂亮 有什麼地方介紹看蜂草 除了大東山 湯魚 哪裡 湯魚 哪個位 對啊 鴨腳呢 哈哈 神經病 我不會跟你去湯魚的 有些觀眾 教壞人 還有呢 博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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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自己的視頻 看了這部片 就會知道 我會先加到那庵 最好 這麼可以 嘩 這裡是在尾巴 還有第一個 是像剛才第一個 下二斜的 在那邊 我們到了 完成.'" 前面有關仔俠道,聽到車聲啊 都用了14分鐘 14分鐘就1K 下次試試,可不可以10分鐘 但如果這個斜度來說 14分鐘算是搶 出汗了,我的眼睛是醃著 啊 我們現在完成了兩個check point 我們去那個對面 然後我們現在去這個叫香港仔水塘道 經過金馬倫山道 好了,我們這個位置轉右 進去香港仔交易公園 看到這個牌是香港仔水塘道 接著我們下去港島徑第三段 我們現在跑了1.14公里 17分鐘 我們現在 去港島徑三段進發 看到這個 我的電話有很重 摸摸摸摸摸 在前面吧 T8的前袋 觀眾很喜歡看Kata的跑姿 讓我盡量捕捉 這個很像我們大帽山的情景 好像大帽山 好像這裡更急 港島勁在這裡 應該在這裡上去 右手邊 看到港島勁的樓梯 這裡就是港島勁三段 剛才的樓梯是第四段 那些樓梯 有石仔 樹根 最容易咬柴 我很怕考這些樓梯 最近卡塔已經很熟 考過了 我記得這段樓梯是差不多四分多 還不錯 這裡有一樣東西要注意 就是超多這些樹根 你有沒有留意到 這些樹根是最容易咬柴的 我以前也試過幾次 這些樹根是超容易 因為你跑得不慢 然後你一踩下去 很容易就中招了 所以要集中精神 不要容易放鬆 好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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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五分五十五坨 嘩好累啊 幸好這裡有雪茵 我們慢慢走 鬆一鬆雙腳 回回心 卡塔你帶了多少升水 1升 我也是帶1升 可以選擇嗎 其實我五百也夠 不過帶多一點 安全一點 對 其實我們很快完成了 現在已經是兩公里多一點 上到山頂真的很快 可以全速爆上去 不過等你回回 卡塔頂很大壓力 我開玩笑而已 最重要不要漏了 最緊要 最緊要平安 好累 為什麼這麼累 因為鎖灣仔合道 已經可以拿乾淨一半的血 剛才想挖一隻黑熊 挖不完 好 我們來到這個廣都勁的 036標距柱 不要摸街了 不要咬柴 應該是吧 對 應該是吧 我這隻肉 都打死了 12星標距柱 對啊 所以 我剛才經過標距柱 都拍不到給大家看 因為我要 集中地下的樹根 這裡很容易有柴的 在這裡 無限輪迴 其實整個廣都勁 三四段都頗長 但全部一樣 很容易 跪人身 然後再加一個無限輪迴 我們在飲水道 我們一會兒就不用走到飲水道 飲水道在陽眉山附近 好 等一下 哈囉 很漂亮的瀑布 我們完成了第三段的一半 H034標距柱 終於拍到 其實你告訴我 我才見到 真的神經病 講到勁這一段 不應該是這幾段 跑了幾公里的樣子都是一樣 全部 在看的東西都是一樣 有幻覺 有幻覺 好像進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隧道 我們還有三分一就完 講到勁 三段 我記憶之中 好了 又看到一個牌了 講到勁H032 好 要追回 先跳一下 怎樣 背路到 好 上樓梯了 又要 卡塔說我在後面邊拆著他 不要讓他想休息 一定要有考資 要不然可以罵他 他的腳剛才很酸 彎仔盒度好像太快 現在常常偷懶 跑啊跑啊跑 不要停 不要借樓梯 就偷懶幾波 現在我們5.82K了 還差200米可以吃 標記住H0200 現在6K了 繼續 不要停 不要停 差不多到的了 下一個樓梯 上一旁樓梯 就到 準備好包子 好 右邊樓梯了 標記住H027 下樓梯 經過看到有個瀑布位 好快 6.35公里 完了廣島勁三段 不要用 上車上車 山頂道 是啊 山頂道轉上去 是嗎 是嗎 先查一下 好 我們轉右 往住這個歌虎山里 的路 繼續走 目標一個半鐘 現在多久 103 1小時 而03分鐘 那當然行 那當然行 只要你不停的話 跑 跑 吃了一張嗎 還想借 好短話 就在這裏爆上去 這裏上樓梯了 上完就可以了 樓梯那裏才走著回氣 我的策略是這樣的 很短的 好像很斜 好像蟲沙那麼斜 多年了 現在7公里了 哪有 有啊 就快到了 有什麼口水 有什麼口水就跑 失了什麼 沒有了 沒有了 在外面 塞了個磚 塞了整支箱子 塞了一些褲沙在我人那裏 沒有水 是沒有水的 這裡又跑不來 哈囉 這裡可以的 沒有彎路走得這麼斜 看上去斜,看上去也不斜 大墓山斜一點 八甲灣 繼續,一個半小時 可以的可以的 有觀眾告訴我,很喜歡聽你跑步在喊 變態的 不要看了,繼續 快點快點 給你回一分鐘 再吃多一包 沒有,我吃過了 再吃兩包 只有100K吃那麼多 沒有戲,還在說話啊,表 不要 前面,看到山頂廣場 不要含背 我現在不跟她說話,先專心一點回氣 天哥 都幾個彎就到了 兩個彎 哇,為什麼我沒有沒有東西 為什麼我沒有沒有東西 我沒有 可以趕快點氣 喝水吧 差不多到 堅持堅持 要做一個月夜跑手絕對不簡單的 大家看看卡拉多辛苦 但也要堅持 好累啊 13分鐘 好累啊 只剩十幾分鐘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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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前進去 這個位置很漂亮 上上上 轉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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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 前面纔絲網 就研究這個斜坡 我看錯了 鐵絲網 還有很遠 但是你看 上面看到一個建築 轉到這個彎就到了 轉到這個彎就到了 啊 誰在想泡沙 在想哪個 整件事很自虐 轉到這個彎就到了 累而已 累是不會死人的 到了到了 到了 到樓梯了 正 到哪裏 上去啊 背路到繼續 原來剛才那個大廈是這個 沒有 這個大廈是還未到的 哈哈 又不小心騙了人 現在轉到這個彎就到了 沒有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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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拍照 重建天日了我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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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 那裏 跟這個 哥富山里的交界 跟著我們向前方 進入了我們 尾爾的 角度 哥富山里 直上還是在那裏走 我們在那邊 看車啊 那邊 那邊 好漂亮啊 我們見到下面就是 山頂道 我們就是 這個 哥富山里上面的橋 可以看到 樓下的車 從這邊 看到卡塔 跟著怎麼走 直走就到了 直走就到了 直走 好 我們現在打橫這條 就是山頂道 我們現在 這裏應該是 尾聲來的 我們要 衝下去爭取時間 衝下去的時候 記住 看車 你可以跑過對面的 對面泊車那裏 那裏 都可以的 是一樣的 這裏路很闊的 你不要咬柴 掉了出去就可以 我們去到那個山頂 山頂餐廳 就到了 我看到山頂了 好興奮啊 我們回到結婚了 等一下 中間要走快點 我們要全天 衝啊衝啊 好 我們右邊 就是山頂幹場的 停車場 前面又看到太平山山頂 太平山餐廳 前方 什麼 是嗎 還有一分鐘內 要搞定它 啊 我們沒有超過 我們竟然可以踏標 還有15秒 是不是這裡 餐廳到啊 餐廳到啊 到了啊 這裡啊 耶 完成 竟然一個小時後30分鐘 OK啊 竟然 竟然達標 最重要是 好厲害啊 我們130拍了片段 還要關掉 好累啊 不是你最後告訴我 我們說一次 我都不會再加快了一點 全靠有Tommy師兄 Terry 今天的功臣 好厲害啊 一路叫辛苦都可以 趕得到 受到苦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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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犧牲嗎 是啊 我們在西灣 是不是在前面有 啊 有啊 我們現在 買點飲料先 山頂廣場呢 買點飲料是貴一點的 但是太口渴了 我們買不到可樂 唯有買這些茶 我們都不是想買廣告 不過 真的太口渴了 什麼都要喝了 珍珠奶茶 真的要喝 珍珠奶茶 先喝珍珠奶茶 你減完那幾磅 應該喝回的理由 所以我買了酒甜 哈哈 這排減肥呢 真的不敢喝甜 要酒甜 我喝珍珠奶茶 要不要吊飲就算 等一下來吃大餐 我會吃大餐 不要啊 卡卡BB 我們來一個總結 今天這個 10K的路段 有什麼體驗啊 我覺得太短了 因為你這麼短 你輸了一些速度 他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上斜 那些平路都好像有微斜上 如果相反方向 山頂下的話 我更會輕鬆 所以剛剛傳轉 我覺得都是 比較辛苦 你8K 你沒理由不跑 但又跑不動 所以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他最後那段背爐 斜到瘋了 有些像 我覺得像大武山和曹山那種斜度 但是 你覺得是嗎 你覺得像大武山還是曹山 那些斜度好像跟 沿江峽差不多 沿江峽差不多 即是火炭上去 那些是斜路來嗎? 對 很斜的 所羅門的斜度很斜 其實 都真的可以跑到 很好的 如果要斜一點的話 他斜得來 但是跑起來 又真的沒那麼斜 那你下次 半馬可以跑多一點 不用客氣了 去半馬的話 我估計全都要跑 一跑不動 即是跑不動 好啦 我期待下一次 我們再玩這條路線的半馬版 因為 我覺得 這條路段 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不熟路 盡量斜路 就留點力 如果想做時間 就來 試路 試清楚這條路 知道斜路的分佈 就會沒那麼累 我覺得 雖然全部都是斜路 但是你也知道 你的路裡面 不會經常想著有排 源源不絕 這樣 要感覺一下 哪些斜路 是跑到哪些斜路 是跑不來的 是啊 我們那條條都跑不來 是啊 我想只有中間那些斜路 可以跑一下 但是我覺得 上個禮拜我還沒走 都說得很厲害 今個禮拜都一直有斜路 我覺得我的腳 那些肌肉 還沒回復 我覺得你還沒回復 我還沒回復 我還沒回復 我常常嘗試用舌頭 但也很累 我有點控制不到自己 腳的動力 好像 臨玩之前 一個禮拜都不要動了 是啊 不過我真的真的沒有玩過比賽 剛剛也感覺到有一點點 自己想趕時間的感覺 但是 做不到 都 但我們達標 預計一個半小時剛剛好 沒有 這件事是跑跑一下 突然想到 不如過半小時試試 我本身都沒有想到 做什麼時間 如果你的話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 一個人跑到一個小時做不到 當然做不到 一個小時15分鐘應該可以 一個小時就不知道 15分鐘不用 你開球 起碼你最後背後 你可以抓到都快 對 對 那邊 中間你又可以跑多一點 因為中間那些平路 其實我很多時候 都可能跑兩天 又有越停了 但其實我都會要留力 可能 如果你劫住跑那麼遠 都會 都會抽緊 但中間那些亂路 都是平路為全 對 我想你7分鐘 即7分P都不用了 不知道 下次試試吧 應該7分P都不用了 不過我們今天 住在完成 對 開心的 好 開心的 今天這集 先到這裡 我們記得 訂閱Tata的頻道 和我的頻道 生日麥根 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你也是熱愛行山的朋友 可不可以幫忙 按讚 分享 和訂閱 你們的支持是幫助這個頻道的動力 我們下次見 好 擺 再來 1 2 3 OK 1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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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